从此有了大选 选委会在时隔13年之后 公布选区重新划分的建议 将半岛113个国会选区重新划分 引起热议 马华树立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嘉祥 今天在马华大厦出席活动后指出 马华将在近期内 与受到重划选区影响的地方领袖会面 集思广义并综合各造的意见之后 在后天的国阵会议提成反建议 魏嘉祥强调 倘若选区划分影响各区的种族比例 这可能会威胁国家未来的政治发展 不应该呢 就是说在这次的划分 把所有的华人挤在一旁 马人挤在一旁 这会影响未来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 它是一个齐心的发展 而且呢更严重的是呢 我们将这一个呢 我们的社会呢 更加走向两极化 这个是我们要去提防的 所以有一些地方明明它的这个种族比例 现在就是一半一半 或者是呢 三十四十三十三个种族 而突然间你要想尽办法 化成九十是某个族群 然后其他变成是黑秤 在反对党方面 希望联盟也将在近期内召开主席理事会 议决反对选须划分的下一步行动 目前各州的领袖已经陆续召开会议商讨 就等待中央领导的最终定案 选委会早前传明 任何不满选须划分建议的人民代议事或涉及的选民 可以在一个月内向选委会提交反对或投诉的内容 而这个期限将在十月十四号截止 巴特空间 陈思玄 吉隆坡报道